随后拍摄时间也定了下来 将会在10月1日正式开拍 到时候会预期三个月的拍摄 当然 有可能会出现延期 提前 或者补拍等等情况 而楚清都要配合剧组 双方拟定合同之后 这件事情就算定下来了 期间无论哪方毁约 都要支付100万的违约金给对方 而楚清 也拿到了他的难以剧本 等他看完之后就确认了 这特么就是 快把我哥带走 只是一些情节和主角的名字出现了变化 相比于上一世脱胎漫画的电影 他更像是直接写出来的电影 把配角刻画得更明显了一些 而楚清扮演的 就是女主的哥哥 名义上的男主 签完合同之后 楚清就跟宋大伟告辞了 对方则承诺 正式拍戏之前 片酬就会到账 当然 这也是签在合同上的 先给钱 后办事 已经成为了这个圈子 陌生人之间的潜规则 楚清自认和夏香香没那么熟悉 所以还是在拍摄前 就拿到钱比较好 走之前 楚清还跟夏香香提了一嘴断棚的事情 夏香香明显是知道断棚 毕竟在爱斗有态度中 断棚也算是有一些镜头的 可惜对方直接就婉拒了 说断棚不太适合这部电影中的形象 但如果有合适的角色 一定会联系他的 楚清文言就知道 人家这就是婉拒了 出了门之后 楚清宋大伟二人 直接去找了一家小餐馆吃饭 现在有挺多音乐平台 找我谈合作的 目前最有诚意的 就是天籁 他们现在给了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就是免费分成 也就是说 歌曲都是免费的 不用会员也可以下载 也可以听 第二种方案就是正常的付费 会员免费听 非会员的则需要下载 他们每个月会根据歌曲的 播放次数结账 就现在来看 第二种明显更合适 特别是在你热度还没过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要是把 赤连跟你的过火等歌曲上架 给你弄了两三百万 应该没问题 楚清文言眼神血亮 两三百万对他来说 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那要是第一种呢 楚清好奇地问道 宋大伟擦擦嘴道 第一种 天类会每首歌给你税后十万块 但只能在他们平台播放 也就是说 为的独家 然后也是根据播放量给钱 不过给的点比较少 毕竟量大 但是却更适合那些 已经出到很久的 并且有粉丝基础的歌手 不太适合咱们这种新人 楚清点点头 其余几家呢 其余几家也还行 但是给的没有天类好 当然 人家底蕴也比天类强 但天类 好在没有坑人的事情发生过 不像其余几家 当初都号称 新人八皮式的 楚清点头道 那行 就天类了 不过我选择第一种 宋大伟有些不理解道 为什么呀 害怕听众觉得 你吃相难看 其实你完全没必要担心 现在90%的歌手 都选用第二种的 楚清摇头道 我还是选择第一种 宋大伟叹息一声道 你的担心真的是多余的 别人就不说了 就说吴星元 当初吴星元出去玩 拍了几张照片 回家之后 设定了收费观看 需要花六块钱 才能解锁照片 你才有多少人看过 楚清摇头 他哪里知道这些事情 一晚上的时间 浏览量就超过了十万 也就是说 人家照照相 躺在家都能挣钱 这吃相 你看见没 这才叫坑钱 而且还都是坑粉丝钱 楚清却摇头道 不 不一样 人设更值钱 立足了人设 才能赚更多的钱 宋大伟耸耸肩道 行吧行吧 那就听你的 所有歌曲都上 嗯 也行 都上吧 行 那我这两天跟他们谈谈 然后再跟爱豆谈谈 成 吃过饭之后 宋大伟 宋楚清回到了家 楚清简单的统计了 一下自己唱的歌 简简单单的十首歌 正好可以拿到前期的一百万 加上片酬一百万 那就是二百万 都够把自己这个小公寓买下来了 可惜 只能想一想 因为自己 在本地纳税 还没到五年呢 而且就算能买它 也不会买 那样 把流动资金全部压死的事情 不能做 躺在床上 楚清开始想着断棚的事情 自己这个傻兄弟 也不能一直给自己当助理 老当助理能有什么出息 该怎么能把他也推到舞台上呢 当天晚上 楚清就接到了宋大伟的电话 他说 已经跟天籁平台联系完了 但是他们 需要把歌曲都重新录制一遍再上传 楚清有时间的话 明后天就可以去录歌 另外 爱豆方面也同意了楚清的建议 可以帮楚清拍摄一张专辑 现在需要楚清想一个类型和方向 然后他们会找人出专门的方案人 让楚清挑选 楚清也直接给出了自己的想法 体现孤独 另外 要一支年轻化的乐队 宋大伟答应一声挂断电话 几分钟后又打过来 告诉楚清 OK了 后天去挑方案 于是第二天一早 楚清就跟着宋大伟去录歌 人家天籁传媒在公司有专门的录音室 倒是帮楚清省了一些钱 虽然楚清也想要一天 就把十首歌都录好 但很可惜 只录制了六首歌 楚清就没有状态了 只能约好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 楚清超常发挥 一上午就把剩下的四首歌全部录好了 对方也承诺 一个星期之内 前期款项肯定到账 只有每个月的十号节前 如果是周六周天 或者法定假日的话 就提前发放 下午十分 楚清则跟着宋大伟来到了奇异果大厦 根据楚清要的体现孤独 奇异果官方已经制定了四套方案出来 今天就是让楚清来选择其中一套的 只要选完就能开拍了 到了大厦之后 接待二人的还是老朋友张建设 楚清有些惊讶到 张哥 拍MV的事情你也管 宋大伟黑黑笑道 不知道了吧 这个小子就是拍MV起家的 他拍的东西 你就放心吧 这次如果不是我的面子 想让他来拍他都不能来 楚清文言还真放心了不守 毕竟有熟人好办事的道理 是全天下都通用的 张建设虽然是导演 但却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 只能把楚清二人带到会议厅 几人在办公桌前坐好之后 张建设拿出平板道 你的要求是体现孤独 然后要一支年轻的乐队 现在乐队已经定下来了 是我们自己的乐队 方案嗯 则有四个 你看看自己更喜欢哪个风格 楚清接过平板 看了起来 第一个风格是车水马龙的大街 周围人影匆匆 只有主角一个人 坐在路边的长椅上 一动不动 第二个风格是一片烂尾楼上 一个人影坐在天台上 身后是一些酒瓶子 望着远处的灯红酒绿 第三个风格是一家酒吧 人影嘴角挂着笑容 却默默坐在角落 完全融不进去 正放浪行孩的人群 第四个风格是一个超大的枯树 应该也不是枯树 因为地下还有一层厚厚的落叶 旁边依稀能看见 一栋白色西式建筑和一座雕像 楚清皱眉开始考虑 宋大伟却直接点着第四个道 我建议选第四个 楚清抬头看向他 就见宋大伟一脸严肃道 我觉得这个是最贵的 楚清笑了 张建设也笑了 可别以为这很土 大部分的时候 价格就代表着质量 上一世楚清销售产品的时候 总喜欢说一句话 便宜货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 而好货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我选择第四个 楚清听了宋大伟的建议 选择了第四个风格 张建设黑黑笑道 有眼光 而且时间也正好 这其实是一部剧组用剩下的布景 再不拍摄过两天 人家就收走了 宋大伟文言一拍大腿道 那你们这是白屁啊 张建设撇嘴 你当剧组的那些人是傻子 还能让我们白屁 楚清想了想后又道 我需要拍摄一场雨景 水车能准备吗 当然了 那都是小事情 选定了拍摄风格之后 几人开始商量了一下拍摄细节 楚清也没见外 张嘴就说了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一架老式钢琴 几张简单色调的面具等等 张建设也是老导演了 凭借楚清的讲述 他就知道了楚清想要的风格 最后更是画了简单的份镜头 让楚清赞叹不已 等这一切细节都商量好了之后 外面的天都黑了 三人出去简单地吃了一顿饭 约定好后天正式开始拍摄后 这才分别 回到家的楚清继续直播 并且说了一下自己的歌曲 会在天籁上映 而且自己也正在拍摄一张单曲的MV 不久之后就会跟大家见面 对于这个消息 直播间的观众很激动 特别是知道楚清的歌曲 将免费的时候 更是兴奋的不得了 对此楚清很认真地说了一句 我很热爱音乐 我也热爱我的粉丝 所以我的歌曲永远免费 送给那些支持我的粉丝 这个话又让楚清圈粉无数 特别现在楚清还在风口浪尖上 不管是前一阵14岁的钢琴家事件 还是爱斗有态度冠军事件 都让他保持了一定的热度 这件事情更是上了一个超话 可惜跟热搜无缘 等到了约定好的日子 楚清宋大伟断鹏三人来到了拍摄地点 地点位于郊区的一栋西方庄园内 这里有着一栋别墅 或者叫白色城堡更为合适 而院中有着一棵超大的树木 楚清不认识那是什么树 只感觉很多西方恐怖电影里都有 看着就渗人 地上更是铺设一层棕色的树叶 旁边不远处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喷泉 忠心树立一个白色的女性雕像 怀抱宝瓶 看来就是水喷涌的出口 楚清眼睛一亮 又想到了一个创意 张建设领着四名年轻人走了过来 给楚清介绍道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乐队 这位是主唱刘宇 这位是鼓手 张建设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几人 楚清点点头道 一会这哥几个得戴上面具 面具买回来了吗 买回来了 张建设招呼一声道具 道具就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手中拿着几幅面具 乐队的四人一听的戴面具 就有些不愿意了 为首的主唱刘宇道 至不至于啊 拍个MV还得戴面具 又不是什么大制作的 张建设听后 眼睛一瞪怒道 让你戴你特么就戴 哪来这么多屁话 对方听后脸都气红了 可却不敢反驳 楚清却是笑道 没事没事 这位兄弟要是不愿意也没关系 找别人来戴面具就行了 主要年轻有乐器就行 是不是真乐队也没有关系 楚清表面上是和事老的样子 实际上说的话却是 愿意戴就戴 不愿意戴就滚 刘宇面色更红 可却不敢反抗 握着拳离开了 望着刘宇离开的方向 张建设不懈地撇撇嘴 什么玩意 没有公主命 倒有公主病 楚清笑了笑 内心也感叹 这人太年轻了 举个例子 现在老板让你加班 摆在你面前 只有两种选择 加班 但你会有些不爽 不加班 老板会看你不爽 当然 你可以说 去特么的加班 老子不干了 我就是回家半年不干活 也有人养我 这当然不用说 你怎么样都随意 谁也管不了你 但假如你因为房贷 车贷 信用卡等等 一系列的事情 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而必须加班的话 那么 即使你内心再不情愿 加班的时候 也尽量心平气和一点 毕竟活都干了 那为什么不给老板 再留下点好印象呢 可能有人会说 让我加班是他的权利 但加班什么时候 什么表情是我的权利 当然 你要这么说也对 但你想一想 这样做 对你有一毛钱的好处吗 成年人的世界 不能什么都看情绪 大部分的时候 还要看利益得失 青子 现在还早 我觉得 我们可以先录制一下 屋内的画面 等着天黑的时候 再录制外面的 你觉得呢 张哥您说的哪里话 您可是专业的导演 我一个外行在你面前发表意见 那不是官公面前耍大刀吗 您说了算 让我怎么拍 我就怎么拍 来 演员就位 三号机再向左一点 一会直接把镜头 给我平推过去 给个的侧脸特写明白吗 二号机 你抓住演员的表情 道具 道具 风不要太大 二档就行 灯光 你控制一下 左半边脸亮起来就行 明白了吗 张建设坐在不远处的导演椅上 开始指挥 等着所有工作人员 都准备就绪之后 随着一声开始 MV正式开始录制 屋内的旋转楼梯上 楚清穿着一身 黑白协条纹的西服 缓步向下 如果世界漆黑 其实我很美 在爱情里面进退 最多被消费 楚清优雅的 仿佛一位贵族吸血鬼 在闲听信部地 巡视自己的领地 寻找着可口的猎物 周围光线昏暗 这是因为 窗户都已经被厚重的窗帘当上了 只有淡淡的光芒 从楼梯下传来 楚清脚步继续向下 无关痛痒的是非 又怎么不对 无所谓 楚清嘴角带笑 仿佛是在讥讽 又好像自嘲 真的应了那句话 扇行统计图的脸 三分薄良 三分讥笑 和四分漫不惊心 卡 这条不错 来来来 演员摄影归为 再重新保一条 灯光 你的光可以再暗一些 道具 风再大一点 稍微大一点 楚清走回开头的位置 准备重新再次拍摄一遍 就这样 楚清在这里连续拍摄了两天MV 随后花了足足一天的时间 去录制自己的单曲 丑八怪 这首歌 楚清对他有绝对的信心 毕竟上一世的老薛 可就是靠着首歌翻红的 当年那也是火遍大江南北的 加上网上那位14岁的 钢琴家说自己是丑八怪 热度足够 响不火都难 等着剪辑后期的时候 却发现 光是承包根数 还是有些单薄 最后又花了一天的时间 去录了一些烂尾楼的镜头 来增加一些看点 随后又花了两天的时间 MV彻底完成 楚清的出道作品 丑八怪 按照合同上的约定 双方的合作到这里 就算结束了 但奇异国网的一位领导 却看上了这首歌 看完MV之后 就找到了宋大伟 希望这首歌 能在奇异国网首发 作为代价 他们会给这首歌 足够的宣传渠道 宋大伟跟楚清 商量一阵后 也就同意了 毕竟 这本来就是奇异国网 帮忙制作的MV 至于分成方案也简单 按照浏览量收钱 于是 楚清第一首单曲的MV 就这样悄无声息的上线了 韩杰是一名乐评人 平时的工作就是听歌 然后发表一些自己的评价 他在微博上 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大V 但在圈内 那也是一个说话 很有分量的人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默默打开电脑 想要像平常一样 找两首新歌听听 定 爱斗之子 楚清第一首MV 丑八怪 由奇异国网 为您亲情奉献 韩杰低头吃了一口面条 因为他平时总喜欢搜歌的原因 所以他电脑上的很多应用大数据 都会推歌给他 丑八怪 这个名字倒是有点意思 韩杰点开了播放 VIP会员优越地跳过广告之后 MV正式开始 天空灰暗 乌云涌动 仿佛在预示着暴雨前的宁静 镜头由天空缓缓向下 再向下 最后停留在一棵枯树之前 这枯树应该有些年头了 差不多八九米的高度 整体漆黑 宛如钢铁打造 地面上一堆枯叶 仿佛在诉说着 这些年的风雨 淡淡的钢琴声响起 镜头平移过去 在大树的左面 一家老式钢琴后 楚清穿着一身黑色的修身西服 正优雅地弹着钢琴 如果世界漆黑 其实我很美 在爱情里面进退 最多被消费 淡淡两句简单的歌词 就一下子抓住了韩杰的心 让他之前有些漫不经心的 吃饭动作停了下来 安静地看着MV 这声音是他从未听过的 天然就给人一种高级感 无关痛痒的是非 又怎么不对 无所谓 钢琴声一顿 无所谓三个字 让楚清唱得云淡风轻 却映在了所有听众的脑海中 MV镜头转换 楚清出现在一间客厅内 他一个人坐在超大的 白色真皮沙发上 安静地看着壁炉 壁炉中早已没有了火焰 只有燃烧剩下来的灰烬 那灰烬形成了一个面具的图案 看上去有些诡异 如果像你一样 总有人赞美 围绕着我的卑微 也许能消退 楚清起身 右手伸手 像壁炉中的灰烬面具 仿佛想要抓住什么 但最后 却是徒劳地收回了手 其实我并不在意 有很多机会 像巨人一样的无畏 放纵我心里的鬼 可是我不配 最后一句我不配 楚清唱得格外用力 也在唱完这三个字之后 镜头瞬间切换 一栋烂尾楼天台上 楚清吸服扣子解开 伸出双手 做出拥抱的姿势 炸裂的歌声在这一刻响起 丑八怪 能否别把灯打开 我要的爱 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 含截止感觉脑袋翁的一声 随后就感觉一阵凉气 从自己的尾椎骨直冲天灵盖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触电一样 他完全顾不上面条了 全身心地享受着 楚清带给他的音乐盛宴 丑八怪 在这暧昧的时代 我的存在像意外 镜头再次切换 又回到了故事的开头 楚清优雅地在树下弹着钢琴 钢琴声响起 雨声也慢慢响起 一滴 两滴 三滴 无数的雨滴杂落在钢琴上 碰撞出琵琶声 有人用一滴泪 会红颜祸水 有人丢掉称谓 什么也不会 场景再次切换 楚清从房间内走出 顺着宣传楼梯 一步一步向下 手中还托着一杯鲜红如血的红酒 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优雅的吸血鬼 只要你足够虚伪 就不怕魔鬼 对不对 听着这些仿佛小刀子一样的歌词 韩杰呼吸都急促起来 他想要知道 下一句楚清会唱什么 他想要知道 这MV的下一次镜头是什么 前后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他就已经被这首歌牢牢抓住了耳朵 而画面 如他所愿再次切换 这一次 是切换到了城堡的门口 在那里安静地站着五个人 所有人都穿着黑色的景深衣 戴着白色单调的面具 这是一支乐队 韩杰倒吸一口气 暗暗感叹一声 这MV之中的细节 从开始到现在 楚清居然一次正脸都没有录过 每一次都是侧脸 就算是在钢琴后 都是由钢琴挡住了下半张脸 只能看见他的眼睛 而现在其他出场的人 也都是戴着面具 就仿佛歌词中唱的丑八怪一样 他们只适合生存在漆黑一片的舞台 如果剧本写好 谁比谁高贵 我只能沉默以对 美丽本无罪 乐队的人在帮着伴奏 但是每一个人的肢体动作都很夸张 仿佛想要吸引人注意力的小丑 特别是他们的主演 唱歌时候动作巨大 举止浮胯 但不知为何 却透着一股子声嘶力竭 仿佛在用力呐喊 当欲望开始贪杯 有更多机会 像尘埃一样的无畏 画成灰谁 认得谁管他配不配 副歌部分再次响起 楚清那高亢的声音 再次传到了听众的耳膜 那一股让人汗毛乍起 仿佛触电一样的感觉 再次袭来 韩杰深深吸口气 看着MV 虽然他之前并没听过楚清这个名字 但他现在可以很肯定地说 单单凭借这一首歌 楚清就已经能在音乐圈内站稳脚跟了 丑八怪 其实见多就不怪 放肆去嗨 用力踩 那不堪一击的洁白 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犀利 仿佛在自嘲 但又想是在讽刺 让人不由自主地 就把这些歌词记载了脑海中 把旋律记载了脑海中 当副歌第二遍唱响的时候 甚至不少人都能跟着一起哼唱起来了 丑八怪 这是我们的时代 我不存在 才意外 当最后一句歌词唱完 街头再次切换成树下的钢琴 雨还在下 雨水砸在钢琴上 建设七点点水花 钢琴前的楚清缓缓起身 雨目中他的面容却有些模糊 镜头随着他的起身慢慢移动 跟着他向城堡的门口走去 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 湿透了他的衣服 但他却在那喷泉雕像前停下了脚步 白色雕像少女抱着一枚宝瓶 脸上的笑容甜美宁静 楚清缓步走到他的身前 默默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也定格在了这个角度 楚清的身影更加模糊 缓步向着身后漆黑的城堡走去 而雕像的笑容仿佛更加甜美了 MV 结束 韩杰瘫软在椅子上喘着粗气 面前的面条早就驼了 可他不在乎 他迫不及待的又听了一遍丑八怪 随后是第三遍 第四遍仿佛着魔了一样 而像他这样的人 此刻多不胜数 组长 丑八怪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一百万了 上线多长时间了 一个半小时 卧槽 这看起来是要火啊 嗯 接下来就看口碑跟自来水能不能跟上了 不过不得不说 这首歌的质量是真的好 哈哈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有机会破译 说不准 现在的音乐圈 水太深了 几名程序员打着哈欠闲聊着 面前的大屏幕上正显示着 丑八怪的浏览量 以及网友们的评价评分等等 韩杰微博 锦号午饭时候发现的好歌 不好听 请你直接取关 at 楚清 丑八怪 锦号 各位 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想着找两首新歌听 就当下饭了 然后七一波网就给我推荐了这首歌 我就随手点开 随后我就磨争了 我一遍一遍地听着这首歌 等到最后面都驼得没法吃了 我的天 这首歌的词曲 根本就不像一个新人的作品 我特意去搜索了一下词曲作者 想要看看 出自哪位大家 但最后却发现 这居然是楚清的歌 不过当一想起那是 过火 给自己的歌的楚清后 我又释然了 如果是楚清 这位音乐天才写出来的 那么一切都说得通了 各位 不好听 你们就去关我 这就是韩杰微博上的发言 他虽然粉丝不多 但是圈内的朋友多了 这微博一发完 就有二十多个音乐人 去看了丑八怪的MV 随后二话不说 全都转发了韩杰的微博 并且还在下面说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楚清的粉丝们也集体兴奋起来 开始疯狂地开始转发 还有很多知道 14岁钢琴家事情的网友 开始纷纷调侃 哈哈 对 楚清是丑八怪 他自己都承认了 为此还给自己写了一首歌 活了二十多年 到今天我才发现 我原来不喜欢帅哥 我就喜欢楚清这种丑八怪 嘖嘖嘖 你们都看MV了吗 我的天 最后他给雕像披衣服的时候 好温柔 好感动啊 呀 这要是我的男朋友 该有多好啊 好像尝尝他腹肌是什么味道的 崔琪琴 想知道吗 姐知道 姐不仅知道 姐还没有 哎 就是我啊 能别提那个女人了吗 呃不恶心 就是就是 我们楚清就是楚清 我们不去蹭别人热度 麻烦别人 也别蹭我们热度好吗 音乐才子 有才华还有实力 这种男人 简直都快绝肿了 姐妹们 不好意思 我要出手了 呵呵 楚清的隐昏小娇气表示 你下手晚了 网络上 楚清这首丑八怪 就仿佛是会传染一样 迅速地辐射到整个网络 带来的结果就是 MV的播放量 仿佛做了火箭一样 疯狂上升 第一天时间 这首MV的播放量 就达到了两千万 这还只是一下午的时间 第二天时间 MV累计播放量 就达到了六千万 第三天 MV播放量正式过亿 这个数据恐怖到圈内人都失射 上一次有这种战绩的音乐 还是小天王的 雨下整夜 这一刻的楚清 直接席卷整个网络 各大平台的音乐榜单上 都出现了丑八怪的名字 更是出现在了 不少榜单的前十位置上 身前身后 都是大咖级歌手 就如同之前韩杰说的一样 他已经能看到 楚清凭借这首歌 一飞冲天了 张先生 我知道我知道 我可是您的歌迷 什么 约歌呀 这个不好意思啊张哥 我们楚清现在时间太紧了 真的太紧了 之前跟夏香香导演 签了合同 得去拍戏 真的没有时间啊 对对对 抱歉了 抱歉了 想要请我家楚清去当导师 这个还是不要了吧 楚清现在的资历太浅了 当导师有些败人品 对对对 还是不要了 宋大伟彻底忙了起来 说到底 这还是第一次 在他手中出现爆火的艺人 一时间还让他有些不适应 叫一首歌 一个MV 谁能想到 居然能起到这种 堪称地震级别的效果 随后董曼丽 也在微博上 艾特了一下楚清 同时宣传了一波 他的新专辑 锦浩你喜欢的样子 我都有 我就是这么毅然一爆炸 锦浩 楚清 谢谢你的两首歌 答应我的事情 一定要做到调皮吐蛇 楚清现在的热度超高 对方也算是蹭了一波热度 新专辑发布之后 楚清写的那两首歌 直接登榜 而听了 毅然一爆炸 跟恐怖爱情故事的听众们 又对楚清的才华 有了新的认知 我吵了个DJ 这还是地球人吗 这种天赋 是祖师爷追着喂饭吃啊 祖师爷 给老子吃 原创才子能恐怖到这种份上的 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小天王啊 可不是 也就只有小天王 才能跟他比较一二了 哇哇哇 曼丽跟楚清好配哦 这一对我磕了 锁死 要是丢入大海 去你M的 你占你奶奶个哨子啊 我们后宫团同意了吗 就是 贱女人不要脸 蹭我家清清热度 呸 对 她根本就配不上我家楚清 楼上的脑残粉们 要点脸吧 人家董曼丽是一线 一线你们明白吗 你家楚清 现在三线都算不上 你们再挠个锤子 网络上 关于董曼丽跟楚清两人的CP也是纷纷猜测 两人的态度却是不澄清 但也不承认 可嗨嗨 特么的 忽然这么忙还有些不习惯 宋大伟咳嗽了几声 打开保温杯喝了一大口后笑道 谁能想到 你一首歌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我这两天 光是接到跟你约哥的电话 就接到了十几个 其中开价最高的 更是达到了七十万 宋大伟说这些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仿佛会发光一样 楚清笑了笑 表面上很是淡定 内心中却有一个小人在大声欢呼着 七十万 七十万 而且代言也超级多 现在有很多代言都想要找你代言 但可惜的是 没有什么大牌子 都是一些小品牌 楚清文言好奇道 都有什么呀 都是一些男性内衣啊 薯片啊 卫浴啊 还有三轮电动车之类的 楚清嘴角不由抽出两下 特美的什么鬼啊 自己在他们眼里 气质就这么接地气吗 宋大伟黑黑笑道 我也觉得这些气质 跟你的气质不太符合 所以我直接就拒绝了 宋大伟的表情得意道 现在你的热度这么高 未来肯定会更高 我怎么会给你接一些这种低级代言 拉低你的身价呢 楚清点点头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如果一个热度很高的明星 接一些相对低端的广告 就会让人产生一种 这人是不是过气了 怎么什么钱都赚的感觉 当然 现在的楚清还算不上明星 但因为有一张MV跟单曲发布 他现在已经可以正大光明地说 自己是歌手了 因为他有自己的作品 也算是半只脚踏入娱乐圈了 小青 这还有半个多月才十月一 中间这些天 你打算干点什么呀 楚清想了想后道 嗯 我想找个音乐老师 学学音乐基本功 毕竟都打算当个歌手了 肯定要多学习 行 正好我认识一个不错的音乐老师 我去找他给你当私教 行 就这样 楚清开启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他的音乐老师 是一名四十多岁的女性 人家可是专业国家队的 当然了 学费也挺贵的 楚清天天跟着老师学习声乐 而网络上 就跟宋大伟说的一样 楚清乘风直起 为此宋大伟还特意给楚清 拍摄了一些写真 每天发几张 每天发几张 用来维护粉丝群 这下子 楚清颜值能打 才华惊人的人设 彻底站住了 更为难得的是 楚清还有一个痴情种的人设 这种男人 哪个女人不爱 于是 在楚清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的后宫团在飞快地壮大 一直到有一天 楚清直播的时候居然发现 自己出现了一万多名义胎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真火了 随后楚清默默地按住了自己腰 不知道他顶不顶得住 但人红是非多 随着楚清的大火 也开始有人开始黑他 其中黑得最卖力的 就是吴星元的粉丝 毕竟在他们眼中 吴星元跟刘一鸣是敌人 而楚清跟刘一鸣是朋友 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 他们为了攻击楚清 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长得丑 没才华 靠女人等等 整天没完没了地骂 对此楚清也感觉很不爽 但是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毕竟现在骂人又不犯法 而且 他们也相当于是在帮自己宣传 他们不骂自己 怎么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呢 上一世反向成名的例子 还少吗 自己就任由他们骂 然后找个机会证明一下自己喜白 那热度有了 名声也有了 岂不是美滋滋 时间就这样兜兜转转的来到了九月底 而楚清也终于签约到了一份代言 这是一份牛奶广告 一亿牛奶 地地道道的大品牌 作为华夏最出名的两大牛奶品牌之一 无数明星都恨不得打破头去争取的代言 却意外地落到了楚清的头上 楚清刚开始也很诧异 最后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一亿牛奶中某位领导的女儿 也是自己的粉丝 但这里面也不能忽略宋大伟的努力 他真是竭尽全力地去给楚清争取这个广告 就这样 楚清获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份代言广告 代言费 税后一千五百万 代言时间 三年 就这么一夜的时间 楚清就从百万富翁变成了千万富翁 这一次的他是真的觉得自己火了 走路都带风 虽然只是代言其中一款牛奶 但那也是一亿牛奶的广告啊 宋大伟和楚清都格外认真的去拍摄广告 连续拍摄了两天之后 广告才算完成 随后就是千万入账 宋大伟跟楚清两人九一分成 而有钱了的楚清 开始在脑海中构建自己的计划 他决定成立一家自己的工作室 自己当老板 有着上一世的经验他知道 这种经济公司形势的时代 很快就会过去 未来稍微出名一些的艺人 都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然后招收一些艺人来替自己挣钱 简单点来说 就是有名气的都不想被资本剥削 这样其实有好有坏 特别是对于新人来说 大部分的人是想让资本剥削 资本却看不上他们 一般来讲 新人加入公司之后 公司会开始培养他们 看看他们有没有潜力 如果有潜力的话 公司则会跟他们签署十年左右的卖身合同 对方签了之后 公司才会大力培养他们 给他们曝光渠道 去节目 去比赛 综艺等等 等着出名之后 开始给公司捞金 往往挣一百块 最后到他们手里的 能有十五块钱就不错了 而等着十年合同到期了 一般的艺人也差不多过期了 到时候 还得请求公司继续签约他们 那样才能拿到保底工资 这才是圈内的常态 而只有一些特别火的人 才会在十年之后 跟公司解约 或者换上一份更好的合同 或者说自己开公司 当散人 因为那时候 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观众基础 有口碑 也有人找他们拍戏 离开公司照样能活 但不管怎么说 对于一名新人 加入公司 才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几乎很少有人 光凭自己就能活起来的 没有资源 没有渠道 没有作品 光凭一个人 又能怎么样呢 但楚清却不一样 他不仅仅有上一世的文娱作品 在脑海 更是拥有系统当背景 既然啥都有 那为啥 要去给资本剥削 自己吃毒食不香吗 可能有人说了 那为什么还要给宋大伟一成吗 这不是白瞎钱吗 当然不是 专业的事情 就要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处理 就说这一次的一亿牛奶代言 好像是被宋大伟 白白拿走了很多钱 但如果没有宋大伟的话 楚清上哪里能挣到这一千多万去 光凭借人家领导女儿 是自己粉丝 搞笑 但楚清也渐渐发现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宋大伟是怎么联系上一亿牛奶的 他不是没什么门路吗 怎么跟这种世界出名大品牌搭上线的呢 弄不懂 转眼间 时间来到了10月1日 楚清 宋大伟 加上断鹏三人和剧组一起来到了厦门 剧组已经准备就绪了 将会在这里进行拍摄 第一次拍戏的楚清 多少有些紧张 但更多的却是兴奋 他现在的微博粉丝 已经超过了600万人 斗手上的粉丝 更是超过了700万 但超过70%都是女粉丝 剩下的男粉 也大多是他的音乐粉丝 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而女粉中 大部分都是 他的颜值粉跟老婆粉 这种粉丝是站不住 假设过两天出了一个年轻帅气 有才华的艺人 他们分分钟就拍面给你看 所以楚清现在要做的就是 用实力留住更多的粉丝 把颜值粉什么的 转化为自己的铁粉 现在网络上黑自己的人 已经少了一些 但其实这不是一个什么好现象 反而说明自己的热度在下降 这才半个月的功夫而已啊 还没火呢就要凉了 这谁受得了 而这次拍戏 和过两天一亿牛奶广告播出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切入点 来 各部门准备 第一镜 第一次准备拍摄 导演夏香香的声音轻轻柔柔的 但在剧组之中 她就是这里的女王 决定着所有人的生死存亡 楚清早早的就化好了妆 随着场记打板之后 楚清跟扮演他妹妹的张子锋 追逐在厦门老旧的小巷内 夏天 你给我站住 追逐在后的张子锋大怒道 跑在前面的楚清 却是渐渐的回头推了推鼻子 略略略 追我啊 追上我 考尝就还给你 楚清说完把腿就跑 身后的张子锋 已经是一脸杀意 低头猛追 卡 很完美 很完美 这一条过了 演员们的位置不要动 准备第二条 化妆去看看 演员需不需要补妆 导演夏香香的声音响起 楚清风了一口气 双脚稳稳站定 等着拍摄第二条 可一转头却发现 张子锋居然就在自己身后 两人之间的距离 差不多就只有一米左右 忽然发现 身后多了一个人 不由吓了楚清一跳 见楚清这副样子 张子锋捂着嘴笑了起来 说起来这名小演员也是厉害 七岁的时候 就拿到了最佳新人奖 今年十六岁 就能扮演女主角了 这才叫真正的未来可期 当然 人家也的确是演技在线 跟那些花瓶 还是有区别的 怎么了 这就吓到你了呀 这么大的男人 胆子这么小 小丫头说话有些娇憨 楚清无语道 不是吓到我 而是我在想一会 要是还从这个角度 开拍我不就被你抓到了 按照剧本上写的 我可是 纯公跑远了的 小丫头 一听 有些紧张道 完了完了 是不是我刚才跑得太快了 他抬头一看 就见楚清一副 肯定就是这样的表情 看着他 顿时张子峰就更紧张了 导演夏香香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两人身边 文言笑着拍了拍他肩膀道 别怕 你演得很好 而且一会 也要转换镜头了 没关系的 小丫头这才松口气 夏香香 则也看向楚清道 还说自己不会演戏 这演得不是很好吗 楚清则在内心感叹一声 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角色 是多么的重要 就好比曾小贤 好比小燕子 电影的拍摄不算快 肉眼可见的每天都在进步 在拍摄将近一个月的时候 更是自己领悟了技能 演技 LVE 楚清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明白 原来技能不光是抽出来的 还能自己学习啊 可自己学习了这么久唱歌 更是出了专辑MV 为啥没有唱歌技能呢 难不成 就跟当初的吉他一样 在系统的设定中 自己还没到入门的等级 楚清有些想不明白 但他决定 回去以后一定好好学学声乐 看看能不能领悟技能 滴滴滴 临时任务发布 任务要求 请宿主修改剧本 并且成功打动导演 任务奖励 经验加倍卡 7日 楚清一正 他都很长时间 没接到临时任务了 修改剧本 卧槽 这不是编剧跟导演最大的机会吗 如果自己是制片人什么的还好 但自己只是一个小演员啊 就算是男主演 那也只是一个小演员啊 不过任务都来了 以楚清这种 出门不捡东西算丢的性格 不接也不现实 楚清开始认真思考 自己能修改哪部分剧本 还能成功打动导演呢 因为这两天 张子峰请假去参加颁奖仪式了 所以 这两天拍摄的 都是一些没有他的戏份 今天预定拍摄的戏份 就是大结局 哥哥搬走要回老家 给自己妹妹留下一些东西的场景 这些镜头 是用来给妹妹回忆时候剪的 楚清坐在椅子上 手里紧紧握着剧本 想要看看 有什么可以修改的地方 按照原剧本 这一段就是他哥 给他整理房间 在他经常不注意 马大哈的事情上贴了一些便签 毕竟是用来剪辑的镜头 没必要拍摄太多 让观众们知道就行了 楚清脑海中 飞快地闪过上一世看过的 快把我哥带走 在看剧本的时候 眼睛就亮了起来 道具准备得怎么样了 还要多久 再有五六分钟 就差不多了导演 好的 尽量快点啊 演员还等着呢 放心吧导演 夏香香穿着一身导演马甲 戴着大大的墨镜 几乎挡住了他半张脸 道具们正在整理房间 布置场景 楚清趁着这个时间段 紧忙跑了过去 来到夏香香面前笑道 导演夏香香对楚清很有好感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 演技比较一般 但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拍摄 进步非常大 而且要价还不高 平时在剧组更是没什么价子 最为难得的是 剧组收工之后 居然还会跟着一起收拾东西 夏香香当导演这么多年 别说小鲜肉了 就算老戏骨 几乎都没有这么感的 加上楚清那阳光的笑容 和不俗的长相 女导演对她产生好感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楚清啊 别急 再有五六分钟就能开拍了 楚清在剧组中 一直都是工作狂的形象 夏香香还以为 她是着急拍戏了呢 不由出声笑着安慰 楚清却是笑道 导演 我有点不成熟的想法 您帮忙看看行不行 夏香香诧异地看了楚清一眼 导演的确都很讨厌被人改剧本 特别是被演员改剧本 因为那会让他们感觉 有人在质疑自己的权威 而在剧组中 导演必须说一不二 可这一个多月的接触 夏香香还是知道楚清为人的 更是知道楚清不会无地放适 于是她笑着点头道 行啊 你有什么想法 跟我说一说 楚清把剧本拿到夏香香面前道 就是这里 导演 夏雪不是怕黑吗 我觉得光给妹妹整理房间 可能有些不够 您看这样行不行 夏天在走之前 给妹妹的房间 换了一个老式的拉绳电开关 通过轮组连接到床头 这样夏雪就能自己关灯了 还有就是 楼到外面不是有个声控灯吗 咱们可以加的情节 就是外面的灯一直是坏的 然后夏天知道自己要走了 怕妹妹害怕 就一个人把灯修好了的情节 您看怎么样 夏香香是一个很出色的导演 听着楚清讲的剧情 他的脑海就已经出现了剧情的画面 脸上不由露出微笑道 嗯 挺好的 而且导演 我觉得 这里我可以尝试一下自由发挥 您可以看一看 不行的话 后期都剪下去就好了 反正也是用来剪辑的镜头 没问题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惊喜 楚清得到导演的同意 也是松了一口气 这样自己就成功了一半 而道具组因为楚清的提议 他们的工作量又增加了 五分钟肯定是无法完成了 十几分钟后 道具重新布置好了场景 电影正式开拍 来 现场准备 演员就绪 离别之际第一镜 第一次 艾克神 随着场机倒数打板 楚清已经进入了状态 今天的楚清 穿着一身米黄色的上衣 下半身则是天蓝色的牛仔裤 和一双白色球鞋 青春气息满满 加上化妆师给他画的精致妆容 在镜头的滤镜加持下 看着真跟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一样 只是今天的夏天 脸上没有了往常那种渐渐的笑容 只有一种浓浓的不舍 他轻轻走进房间 开始给妹妹更换开关 因为道具师已经处理过了 所以他更换起来格外的简单 更换了老师的拉线开关后 他躺在在床上 轻轻拉动开关 灯光亮起 灯光熄灭 亮起 熄灭 灯光下他的脸庞明暗不定 可一双眼睛确实那么亮 那眼神中有着不舍 有着温情 更有着对妹妹的爱 显示气候 夏香香导演都看呆了 楚清的演技是什么水平 他太知道了 只能说是入门级别的演技 但现在这一幕 真的是惊艳到了他 特别是那复杂的眼神 简直完美的和现在的场景契合 这个楚清提议改的小小桥段 甚至让他有一种 舍不得当剪辑镜头用的冲动 不仅仅是导演 就连摄影师都呆住了 忍不住地给楚清这双眼睛一个特写 滴滴滴 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临时任务 任务奖励下发完成 请宿主注意查收 拍戏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特别是在演员状态都到位的情况下 转眼间又过去了两个多月 电影即将迎来杀青 楚清也很兴奋 元旦都过了 都快春节了 自己可算是拍摄完 要回家了 一想到自己这三个多月的成绩 楚清就忍不住笑出声来 首先就说演技 已经被楚清升到了LV3 在微博上的粉丝 也正式破了千万 斗手上的粉丝 反而有些瓶颈 也是一千万 而且一亿牛奶的广告也上线了 就跟楚清当时想的一样 他的逼个一下就上去了 彻底站稳了歌手的这个人设 而歌曲的分成前 广告的代言费也都下来了 光凭借一首丑八怪 就给楚清带了千万的收入 更是被无数歌星翻唱 即使到了现在 丑八怪的热度都没有下去 而也仰仗了丑八怪的热度 那位十四岁的钢琴家 也被问候的风声水起 人已经退网了 但网上依旧有他的传说 有了钱 楚清则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成立一间工作室 成立工作室得有自己的资产才行 正好南海省的省会海客 正在招商引资 目前已经有39家影视公司入住 政策也条件也都非常不错 楚清干脆斥资一千万 在那里买了一家小办公楼 这如果没有政策 加上宋大伟托关系的话 别说一千万了 两三千万也下不来 有了固定资产和注册资金之后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据宋大伟说 要不了多久 就能彻底成立工作室了 别的戏份都随便 就这一段戏 你一定要给我哭出来 那种一直以来自己扛着一切 忽然得到别人理解的痛哭 明白吗 导演下香香正 一脸正经的给楚清讲着戏 楚清也听得聚精会神 听不听进去再说 必要的态度还是要有的 一旁的张子峰也听得格外认真 因为一会他也一样有哭戏 来 各部门准备 先走一下戏 楚清文言翻过车站 来到另外一侧的乐台 地面上还有很多行列 来 演员准备一下情绪 倒数五秒 五 四 随着导演的倒数 楚清马上开始酝酿情绪 等着导演倒数结束后 张子峰扮演的下雪 在站台上癫癫癫地跑了下来 眼神左顾右盼地在寻找着什么 随后才仿佛刚看见 站台另外一侧的楚清 哥 楚清文言回头对视 看着张子峰 两人都没说话 眼泪却一下流了出来 很好 很好 道具化妆准备 下一次开始实拍 楚清挠挠头 尽管知道演员改剧本不好 但他还是忍不住 想要跟导演提点小意见 上一世的结局 真的太经典了 楚清小跑到导演身边笑道 下导 我有点小想法 想要跟您商量一下 下香香正在指挥着道具安装 听后笑着回头道 行啊 说说什么想法 自从上一次楚清提出声控灯 跟开关的创意之后 导演就对他的想法很是看重 现在一听还有新想法 自然想要听一听 是这样的下导 我觉得光是一声歌 然后就流眼泪 是不是有些太淡薄了 哦 说说你的想法 咱们之前拍摄的时候 夏天的人设不就是一个 大大烈烈 老王东西的人嘛 还老是让他妹妹帮他带书包 所以 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再加上两句台词 就说 哥 你落东西了 楚清把自己的想法 跟下香香说了一遍 直接就给下香香听呆了 楚清看他听了之后 一点反应也没有 楚清也有些猛逼 心到你喜欢不喜欢呢 倒是说啊 好啊 这个好啊 好啊 忽然间下香香兴奋地大笑起来 这笑声给楚清和周围几人 都吓了一跳 就听下香香哈哈大笑着 嘴里还一个劲地说着好 不知道的人可能还以为他中邪了呢 子风 子风你过来 剧本得修改一下 多加两句台词 下香香笑了一会 也才反应过来 紧忙把张子风叫到身边 把台词说了一遍 台词也很简单 一共就那么 两句台词 动作也没加多少 张子风听了一遍就记住了 眼神有些古怪地看向楚清 其中绝对是崇拜占大部分 来 演员各就各位 灯光收音准备 头疼的哥哥 杀青戏份 开始 张子风顺着站台跑了进来 眼神左顾右盼 可却没能看见他想见的身影 呜呜 一辆火车行驶而过 张子风看去 就见楚清正在对面的站台收拾东西 两人中间隔着铁轨 那么近 也那么远 哥 张子风一声大喊 楚清身体一僵 转身看去 脸上下意识地挂上了阳光的笑容 张子风就那么看着他 看着这个 自己曾经那么讨厌 后来又那么想要挽回的哥哥 哥 你落东西了 张子风喊道 楚清一正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行李 随后拿起书包笑道 我没落 我带书包了 他的笑容终于不在阳光 而是有些牵强 离别总是心酸的 特别是要和自己最在乎的人分开 你把我落下了 张子风声音并不大 但楚清明显是听到了 他举着书包的手 就那么僵硬在了半空 你把我落下了 这一次 张子风几乎是用尽自己的权力喊了出来 楚清脸上的笑容再也维持不住了 痘大的眼泪 顺着眼眶 不要钱一样地往下躺 导演以后的下香香 愣是给自己看哭了 不少工作人员都觉得自己心里发堵 他们明明知道这是在拍戏 但楚清现在的这个哭笑交加的表情 却仿佛一把小刀刺入了他们的软肋 那一颗颗眼泪宛如鼓锤 一下下地雷在他们心房 当当当 车站的大钟响起 时间马上就要到五夜十二点了 张子风紧张地拿出手机 打开那个蜡烛的APP 快把我哥带回来 他用力吹向蜡烛 蜡烛灭了 卡 我宣布 头疼的哥哥正是杀青 导演的声音在喇叭中响起 工作人员却没人欢呼 他们还没从楚清的表演中走出来 楚清却已经在擦眼泪了 心中却在想 不行 不行 这电影一定要改名 这个名字太难听了 呃低神啊 蜡热十五 楚清和断鹏的身影出现在了槟城火车站 蜡热的槟城 零下二十多度 说尿尿带锤肯定是夸张 但说滴水成冰 却是再正常不过 两人都已经全身羽绒服 大棉裤 做好了准备 但一下火车 冷风刮过来的时候 却还是感觉 脸上仿佛有小刀子刮过 脑门更是一阵阵的发晕 适应了好一阵才习惯 两人直接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内 断鹏还在抱怨道 一会还得倒车 坐长途汽车 麻烦死了 不倒车了 去买辆车 楚清揉着手 对司机道 师傅 麻烦去一下最近的美赛德斯4S店 断鹏瞪大眼睛道 卧槽 真买车呀 楚清恩了一声道 你会开车不 断鹏很果断地摇头道 我你还不知道吗 郑倒是有 但不会开啊 别说我了 你会开啊 断鹏的眼神满满的都是质疑 毕竟他们两人是一起在大学考的驾照 谁不知道谁啊 但他还真想错了 上一世的楚清身为销售 平时来回跑业务 没有车怎么能行 他的车技不敢说有多么好 但正常行驶肯定是没问题的 两位去不去啊 司机也以为他是逗闷子呢 毕竟谁见过几个 因为不想倒车 直接就买车的 而且还是美赛德斯 去 直接去 楚清活动了一下身体 他现在也算是暴发户了 前一阵父母就打电话 问过他 为什么在电视台离职的事情 家里的那些远方亲戚 一个个都拿这件事当乐子呢 就算楚清拍了一亿牛奶的广告 那些亲戚也仿佛看不见一样 整天说酸话 什么铁饭碗都不要 去当个歌手 那万一能挣钱吗 这次楚清就是想让他们看看 什么叫挣钱 哎 两位坐好啊 司机师傅答应一声 按下计价器 缓缓驶离火车站 前前后后也就十几分钟 就到了一家4S店 楚清扫码赴了车前之后 两人戴上帽子口罩 这才下车 两人走进4S店之后 一名穿着黑色职业装的女人 就走了过来 这女人看上去三十上下 脸上带着职业化的笑容 不管谁看了都觉得很亲切 凭借上一世当销售的经验 楚清明白 这人肯定有两把刷子 两位先生 咱们是来看车还是取车啊 看车 有什么新款车介绍一下吗 楚清直接开口问道 现在时间都中午了 他还打算回家吃完饭呢 没工夫说其他的 有啊 正好我们店内这个星期 才来了几款新车型 现在整个槟城 也只有我们店里有限车 不知道这位先生 想要看什么价位的车 喜欢什么类型呢 是轿车还是SUV 嗯 都看看吧 价位你不用管 合适就行 售车员笑着点点头 一般像是楚清这么说的 往往都只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真的不差钱 第二种人 就是单纯的为了装币 后者的比例 要远远大于前者 特别是在带女朋友 来看车的时候 这样的人就更多了 销售云不经意地 看了断鹏一样 心到这人会不会是 gay啊 心中是这么想的 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先生 您看看这款轿车怎么样 这是我们今年 最新款的S级轿车 480 百公里加速 8秒 销售领着楚清 两人来到 一辆酒红色轿车前 还体贴地打开了 驾驶位置上的车门 示意楚清 可以坐进去感受一下 断鹏咽了一口唾沫道 这车多少钱啊 这款车现在的售价是146万 但现在我们有一个优惠活动 全车下来160万 您就能开走 断鹏眼睛瞪的老大 一句卧槽就说了出来 楚清也是一个劲的摇头 销售健壮 心里的天秤就偏向于 这两人是来装逼的 但脸上的热情却丝毫没减 还是看看SUV吧 受车员礼貌地笑了笑 领着两人 走到144方方的车前道 这也是我们最新的新款机器车 G63 先生您看看 这款车怎么样 楚清一看就笑了 他爸爸就喜欢这种车 说是够爷们 硬汉专属 小的时候 他爸爸开那破出租车 送他上学的时候就总说 以后老了就换个大吉普 没事就去钓钓鱼 轰轰孙子 那才叫生活 这车要是给他爸开 那绝对行 断鹏明显也很喜欢 开口问道 这车多少钱啊 这车的话没有什么活动 全下来的话 差不多两个卧槽 售车员这一句话 就给楚清逗乐了 断鹏却是眼睛瞪的老大 三百多万 搞笑呢吧 楚清却是看向售车员笑道 我今天全款的话 车能开走吗 售车员一正 仿佛没听清一样道 先生不好意思 您刚才说什么 啊 我说我今天全款的话 这车能开走吗 售车员这次是听清了 但还是有点不可置信 轻声介绍道 先生 这款是我们的特别版本 售价二百五十五万元 您确定今天全款吗 楚清笑着拿出钱包 在里面拿出自己的银行卡道 对 确认 但我还是那句话 我今天全款的话 车能开走吗 外面太冷了 这一下子销售反应过来了 这两人不是来装逼的 而是那种真的不差钱的大客户 他紧忙要喊了两个售车员过来招待 点烟倒茶的 楚清却白手道 不用这么麻烦 给我算一下 然后速度要快 我想要晚上之前开车回家吃饭呢 先生您放心 一切都交给我了 最先接待他的那名售车员 表情都不一样了 之前只是温和的笑容 现在的笑容 那叫一个甜啊 楚清笑着坐在一旁 看着售车员忙前忙后的准备合同 随后还有专人来给楚清介绍一下一会的费用 以及他们4S店会赠送什么东西等等 楚清没太细听 因为又不是给自己买的车 在家也就是用来逮捕 之所以买它 主要就是因为logo大 用来给老爹装必用的 先生 您一共需要缴纳188389元购置税 500元的上牌费用 2900元的车船使用税 950元的交抢险 18838938元的消费税 48903元的商业保险 加上我们汽车的255万 我们莫了零头 总共算您280万 销售笑容亲切 楚清潇洒地拿出银行卡 刷卡 断棚一直处于猛逼状态 半年前 他俩还是挤在出租屋里 吃饭都不敢点肉菜的穷学生 半年之后 楚清在海克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办公楼 据说花了上千万 现在更是一辆车 就花了将近小三百万 这一切都仿佛做梦一样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梦中的男主角自己还认识 而且超级熟悉 他是亲眼看着楚清走到这一步的 这也刺激了他的要强心 暗暗发誓 自己也要混出个样子来 都是兄弟 自己也不能被兄弟拉太远了 楚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平时您的汽车出现什么问题 或者您有什么想要咨询的 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卖车的销售刷完卡之后 对楚清的态度就更好了 他把名片递过来的时候 还仿佛不经意地挠了一下楚清的手心 楚清接过名片一看 就见电话下面 还用探数笔写了一行数字 明显是他的私人电话 楚清对着他笑了笑 随后问道 我们能开走了吗 啊 还请稍等一下 我们正在给您准备临时牌照 和灭火器警示架等等 都安装完之后 会有人通知您的 对了 楚先生您吃饭了吗 我们这里有餐厅 不急的话 我们可以去吃点东西 楚清白白手道 不用了 麻烦给我一杯茶 另外动作快一点 我着急走 好的 销售表情有点失望 扭着腰枝离开了 楚清伸了一个懒腰 作为一个成年人 特别是上一世 为了业绩 没少去封月场所的成年人 半年多的禁欲生活 让他也有些憋得慌 但身为公众人物 他明白自己 一旦做了什么事情的风险 会有多大 事业才刚刚起步 他才不会被人抓住把柄 冬天的冰城白天很短 下午三点多 就开始要黑天了 好在这时候 汽车的东西也准备就绪了 楚清拿着车钥匙 站在4S店外 一旁的销售拎着两包东西 里面是雨伞 水杯 笔记本等等的一些纪念品 另外一个 则是抱枕和一些公式卡带金券 以后保养的时候 可以抵钱 两三分钟后 银黑色的大巨 停在了楚清面前 4S店的工作人员下车 把钥匙和一些钱的 交给楚清 先生 油加满了 这是 给你当小费了 大鹏 上车走 哎 段鹏答应一声 接过销售手中的东西 放到了车后排 随即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楚清 对着4S店的工作人员 摆摆手 上车开着大巨离去 等着楚清开车走远之后 那名加油的工作人员 看看手里 还剩下200多块 一脸美滋滋的 把钱装进口袋里赶开 有钱人真豪横啊 这是真不差钱 销售员白了他一眼道 废话 差钱的人能看看车 直接就花280万买下来 我卖了七年车 这种人 我也只见过两次而已 不过这个人的声音好耳熟啊 我好像听过 就是一直戴着口罩 我没认出来 姐 那你怎么不让他摘了口罩呢 废话 人家那才是财神爷 你敢让财神爷摘口罩吗 万一财神爷不买了 提成钱你给我啊 汽车上 段鹏看什么都兴奋 特别是手机连上蓝牙之后 一边放着土味DJ 一边摇头 青子 青子 你现在也算是有钱人了 打算怎么挥霍啊 挥霍 这才几个屁钱 咱们这点钱 在燕京都不够买房子的 楚清熟练地开着车 就仿佛这车本来就是他的一样 一点也没有买了新车的不适感 段鹏叹息道 哎 你说我什么时候 才能买得起这么好的车 楚清笑道 那你就赶紧练车 等你练得差不多了 我送你一辆 段鹏听后 直接摇头道 开玩笑 大丈夫不是接来之时 我的车 那必须是我自己挣钱买下来的才行 楚清笑了笑 正好走到一处红灯面前 他停下车 望着红绿灯 声音平静道 大鹏 嗯 我现在跟你说的东西 你可以当做笑话随便听听 我希望你能站在你自己的角度行选择 而别因为什么兄弟情义之类的东西 忽略自己的心 听到楚清这认真的语气 断鹏也正色起来 你说吧 楚清望着红绿灯上的倒数道 我在海克成立了一家工作室 当然 现在资格还没下来 下来之后 也就只有我这么一个艺人 宋大伟这么一个经纪人 当公司来看 就跟皮包公司一样 但我挺有信心的 现在放在你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就是加入我的工作室 但因为工作室初步建立 资源方面肯定供不上 而且 我还不算火 大部分的资源 肯定也要紧着我用 第二个选择就是 加入其他公司 大伟这么些年 也认识不少朋友 给你争取一份 B级的一人合同 还是能做到的 当然 公司方面肯定不是 那几家最大的 但在业内也是知名的公司 你 怎么选 楚清说完后 汽车内 两人全都安静下来 只有刺耳的土味 DJ歌曲还在想 楚清本来以为 断鹏会考虑很久 毕竟这是能影响 一个人的大事 俗话说 女怕嫁错郎 男怕入错行 选公司也是一样 我加入你的工作室 但断鹏却没用上两秒 就给出来他的回答 楚清诧异地看向断鹏 就听见断鹏黑黑笑道 我觉得 你小子用不了几年 肯定大火 到时候 作为第一个 加入你工作室的人 我还怕没资源吗 楚清笑了 断鹏也笑了 红灯变成了绿灯 楚清默默发动汽车 向着家的方向而去 楚清的家在一栋老小区内 好在平时物业的维护 还算不错 除了没有电梯 没有绿化以外 其他的地方 倒是也能接受 楚清就很满意自家的物业 平时逢年过节的时候 他们还会给业主准备一些小礼物 尽管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但也够小区内的老头老太太 乐呵一天了 滴滴滴 楚清在小区外按了按喇叭 老小区是没有地下停车场的 倒是小区内有几个车位 保安老大爷慢悠悠地披上大衣 在港楼内走了出来 这门卫是楚清的老熟人了 在楚清上初中的时候 就是这里的门卫 转眼间 这都快十年了 李大爷 是我 楚清啊 两盒烟塞到了李大爷的手中 李大爷带着老花镜 这才看清楚楚清 哈哈笑道 小清啊 哇 这是新车吧 真漂亮啊 什么牌子的啊 嗨 小牌子 小牌子 大爷 小区里面还有停车位吗 有有有 你快上车 我给你开门带你去 李大爷笑得很和谐 把两盒烟装进大衣口袋内 就打开了门 带着楚清来到一个停车位前 帮忙停好了车 至于断鹏 刚才楚清就已经把他送回家了 这两盒烟就是走的时候 断鹏爸爸硬塞给他的 说是谢谢他这段时间 对断鹏的照顾 显然那小子 是把给他当助理的事情 告诉了父亲 停好了车 楚清呼出一口热气 向着自家楼道走去 李大爷这才看清车是什么牌子 霍的一声 瞪着眼睛感慨道 好家伙 美赛得斯啊 这车没个一二十万下不来吧 走到楼道内的楚清 并没有听清李大爷的感慨 不然肯定要吐血 他家的楼层很高 六楼顶的房子 他家主五楼 当时也是为了图片一买的 一住就是这么多年了 走到家门口的楚清 莫名有些紧张 忽然之间穿越回到了从前 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面对父母的时候 他还真有些紧张 咚咚咚 楚清敲了敲门 老是房子 并没有门铃 可是对讲什么的 谁啊 屋内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就在听到妈妈声音的那一刻 楚清内心的紧张情绪 瞬间都消失了 不管怎么变 这都是自己妈呀 有什么好紧张的 妈 我啊 楚清声音刚落 房门就被人从里面打开了 母亲一脸惊喜到 之前不说还要几天吗 怎么回来这么快啊 啊 剧组后期拍摄速度上去了 就提前几天回来了 快快快 快进屋 都坏了吧 母亲紧忙把楚清拉进房间内 楚清的母亲并不高 还没有一米六的身高 脸上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给人一种很和蔼好说话的感觉 屋内的父亲也走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筷子 应该是正在吃饭 见儿子回来了 父亲楚剑也笑骂道 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好让你妈多买两个菜啊 嗨 你等着 爸去买点猪头肉 父亲说完 就要穿衣服向外走 楚清紧忙拦下 父亲道 爸 不用那么麻烦 又不是外人 随便吃一口就行 母亲王平也道 别去了 人家买卖好 四五点钟就关门了 去了也白去 楚剑也看了看桌上的土豆丝 和油焖辣椒道 那我也不能让我儿子吃这个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楚清笑着白手道 真不用啊爸 我回来 过年要待挺多天的 明天再买 好吃的也感叹 父亲还是有些不死心 母亲王平却瞪眼道 是不是找借口 想要出去买酒 我告诉你 不行啊 父亲 这才善善坐下 母亲王平 把楚清的外衣挂好之后 给他盛了一碗饭道 快点吃吧 坐了那么长时间车 累坏了吧 楚清笑着 奔了一声 低头开始吃饭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还是那个走到哪里 都忘不了的味道 吃过饭后 父子二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母亲在收拾碗筷 父亲拿出手机笑道 看 爸把你的广告都录下来了 我现在和你妈去超市 都买你代言的牛奶呢 就是太特娘的贵了 六十多 真有点喝不起 父亲拿出手机 里面是他录制的广告 正是楚清代言的一亿牛奶 楚清文言笑道 爸 咱家现在有钱了 牛奶还能喝不起 楚奸叶文言正色道 儿子 钱这种东西 有钱也得到没钱花 你之前挣的那些钱 你妈都帮你存着呢 你坐客车回来的时候 看没看见客运站的新楼盘 我和你妈就打算在那里 给你买房子 母亲听到声音后也是笑道 对对对 那的房子位置好 离学校也近 医院也不远 就是贵了一点 楚清笑道 不用了 我买完房子了 这话一出 父母都很诧异 母亲玩也不洗了 癫癫癫地跑到沙发前 好奇地看着楚清道 儿子 买完房了 在哪呀 燕京 楚清笑着摇头道 在海K 父亲一拍大腿道 儿啊 你别不是让人骗了吧 之前我开车的时候 就拉过一个客人 说什么几十万在海K 买别墅什么的 结果去的时候 别说别墅了 连个厕所都没有啊 楚清笑着摇头道 放心吧爸 我又不是傻子 买房子这么大的事情 我还能被人骗了吗 那花了多少钱啊 二手房还是毛皮房啊 母亲直接问出了 关键性问题 楚清黑黑笑道 花了一千多万 爸爸文言松了一口气 还行 也就一千多 万 最后一个万字 楚建业的声音 都有些走音了 父母二人 都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楚清 他们知道楚清代言广告了 也知道楚清是个小网红 但他们却对网红 完全没有概念 在他们的印象里 网红一个月 能挣七八千块钱 就不错了 是而且还是年轻犯 就跟他们亲戚想的一样 父母其实也觉得 不应该丢了 电视台的铁饭碗 尽管挣钱少 但是稳定啊 所以儿子回来之后 老两口都刻意 没提工作的事情 就是怕给儿子添堵 结果没想到 儿子居然说 花了一千万买房子 他俩当时就梦了 母亲王萍 一把抓住楚清的胳膊道 儿啊 咱家都是 本本纷纷过日子的人 可不能做什么犯法的事情啊 楚清被母亲逗笑了 套在沙发上道 哈哈 说什么的妈 我那都是自己挣的钱 犯什么法呀 就说我代言的那个鲜奶广告 你们知道我拿到了 多少代言费吗 多少 父亲咽了口唾沫 表情有些期待 一千五百万 听到这个数字后 屋内一片安静 楚清则是继续道 而且我那些哥也都火了 现在一天随随便便 也能挣几万 父亲 母亲 父母用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 才消化了这个消息 但两人却都一副仿佛在梦中的表情 好像还有些不太相信 楚清笑着在口袋里 把车钥匙拿了出来 放在了父亲面前的茶几上 爸 送你的礼物 楚剑叶看见车钥匙的时候 眼睛就直了 他是一个喜欢车的人 自然认识这些 美赛德斯 嗯 车呢 咱家楼下呢 楚剑叶闻言 拿起钥匙就往楼下走 楚清紧忙道 一夫 一夫 爸 外面零下二十多段 父亲这才想起来 套上一件外衣 拉着楚清道 走走走 看看车去 看看车 楚清自然不会扫父亲的心 再说了 买这辆车回来 本来就是给父亲显摆用的 等着父子二人出了门 母亲王平 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当电视上再次出现 楚清代言的一亿牛奶时 王平才反应过来 惊讶地捂住嘴 就那么两句话 就给那么些钱 我低天 这下儿媳妇是不用愁了 哈哈哈哈 父子二人下了楼 楚剑叶就按了下车钥匙 顿时不远处的停车位上 灯光闪烁了两下 楚剑叶走到车前 整个人就震住了 随即仿佛 好像面对着西式珍宝一样 轻轻抚摸着基盖 这是G63特别板啊 八缸 585马力 百公里加速四 五秒 还没坐进去 楚剑叶就喋喋不休地 说了一堆数据 听这意思 一点也不比那个售车员差 楚清嫌外面太冷 拉着楚剑叶的胳膊道 爸 上车吧 外面太冷了 哎 上车 上车 楚剑叶的嘴角都快得到耳根了 别看楚清花了一千万 买了一套房子 但在楚剑叶眼里 却是远远不能跟着车比 上了车 楚剑叶抚摸着方向盘 仔细地调整座椅 那表情简直要多温柔 就有多温柔 爸 走啊 上街溜达一圈去 楚剑叶明显有些心动 却是故作矜持道 不好吧 你这是新车 我要是刮了碰了的 多不好 爸 这车本来就是给你买的 再说了 我这个手法都开回来了 您三十年的老司机 还担心这个 嘿嘿 行 那就开一圈 楚剑叶发动了汽车 听着引擎声一阵陶醉 随后就开始说 这车费油 但说完之后又黑黑笑 说这车跑得快 性能好 但说完之后 又说保养贵 看他这一回欣喜 一会纠结的样子 楚清心中莫名有种幸福感 上一辈子 跟他操了那么多心的父母 这一事 他只想要把最好的都给他们 让他们健健康康 无忧无虑 楚清的老家 到了晚上 就没有什么行人跟车了 特别是在大晚上 但即使这样 楚剑叶开车也格外小心 还跟楚清传授着自己的经验 儿子 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眼观六路 而听八方 楚清听得很有耐心 父母总是这样 恨不得把他这辈子 积累下来的所有经验 都塞到儿女的脑海里 生怕他们会跟自己一样 在某个地方吃亏 儿子你也真是的 也没让他们换血地胎 这四季胎 在咱们这种冰雪路面多危险啊 爬坡都上不去 父亲嘴上好像是在抱怨 但脸上的笑容就一直没停下 开了几分钟后 在一家小超市面前停了下来 等我一会啊 父亲解开安全带下的车 没几分钟 就拿着一条好烟走了出来 特么的 又涨价了 父亲把烟打开 在里面拿出一盒扔给楚清 但还是嘱咐道 少抽 一定要少抽 明白吗 你爸我也是因为开车提升没办法 不然我肯定戒烟 楚清笑着硬下 小时候因为偷偷抽烟 被父亲抓到后 差点没有打死他 一直等楚清大学实习 不如社会了 父亲才不再管他 毕竟社会就是一个江湖 俗话说得好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烟不是你想不抽就能不抽的 酒也不是你不想喝就能不喝的 父亲发动了汽车 向着远方开去 楚清看了看路后问道 这不是去火车站的路吗 那里不挤吗 嘿嘿 不挤 不挤 开了能有个三四分钟 就到了火车站 父亲熟练地把车开到了等候车位中 随后拿起了两盒烟揣进口袋里道 儿子 外面冷 你就别下来了 说完就打开车门下了车 刚开车门 楚清就听见一阵惊讶的声音 卧槽 这怎么像楚哥呢 费特木话 这不就是楚哥吗 楚哥 谁的大忌啊 楚清一听就明白了 父亲这是忍不住了 特意来找老兄弟显摆啊 也对 这个时间段正是出租车在火车站等人的时间 楚清父亲开了这么多年的出租车 对这帮老兄弟的行程还不是了弱之长 哈哈 我儿子给我买的 咋样 卧槽 楚哥 你儿子不是主持人吗 现在主持人都能买得起大G了 嗨 那都是什么老黄历了 看没看过一一牛奶的广告 我儿子代言的 我儿子现在是明星 又是出专辑 又是拍电影的 哎呀楚哥 那你还跟我们靠什么活了呀 你现在完全可以提前养老了 天天在家躺着 享受生活了 嗨 说的什么话 我儿子有钱 那是我儿子的 我个当爹的 还能花我儿子钱 哈哈 楚哥 这车不少钱吗 我儿子说了 没几个钱 全下来也就二百八十多万 我的天 好家伙 我开一辈子车 也不够买他一半的呀 哈哈 扯淡 扯淡 来来来 抽烟抽烟 今天老爹聊天的嗓门格外大 手中的烟也派得格外情 第二天一早起来 母亲已经做好了早餐 楚清一边喝着粥 一边好奇问道 爸呢 不吃饭了 母亲一挪嘴道 楼下擦车呢 楚清一脸蒙圈道 大冬天的 怎么擦车呀 母亲摇摇头道 谁知道 人家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还说 今天得去买个包夹着 要不然配不上他的气质 哈哈哈哈 母亲这一番话 把楚清逗得不行 母亲却是开始抱怨 你说说你 有点钱就开始乱花 大叫小三百万 三百万 你妈累死累活 一辈子 也整不来这么多钱 你却给她买了那么个破玩意 四四方方的 看着就难看 楚清听着母亲的抱怨 还听出来一点点酸味 其实父母也会吃醋的 看儿子给他爸爸 买了那么贵的礼物 自己却两手空空 一点情绪都没有才怪了 楚清一口气 把粥喝光了后咳嗽两声 妈 咱家那些亲戚 不是习惯嚼舌根子吗 一会让我爸带着咱们去槟城 咱们买点好衣服 好手势 也让那帮人看看 咱们老楚家有钱了 气死他们 母亲一听 紧忙摇头道 咱们可不花那冤枉钱 儿子 你现在是有了钱 但咱们有钱 也得到没钱过 得给自己留给退路 留个过河钱啊 楚清文言就知道 母亲这是舍不得花钱 楚清笑道 小事 妈 我这里有一张卡 里面是一百万 这一百万你拿着 就当给我留的过河钱 楚清郑重地把一张卡递了过去 母亲也没废话 非常仔细地把卡收好 她是真怕儿子胡乱花钱 最后不红的时候 正常生活都过不下去 楚清见母亲收好卡之后 这才笑道 妈 这次能去买衣服了不 不去 不花那冤枉钱 爸妈都这么大岁数了 早就过了爱美的年纪了 那可不行啊 妈你想一想 你要是穿着一身破烂 人家都以为你儿子 在外面过得不好 谁还能给你介绍儿媳妇 你得穿着光鲜艳丽 我爸再开着大剧 让亲戚都知道 咱家有钱了 这才能有人给你介绍儿媳妇 楚清这一句话 就说动了母亲 在母亲眼里 啥都没有未来 媳妇重要 时间悠悠地来到了春节 平静的春节 只有一家三口度过 爷爷奶奶早就已经去世了 至于姥姥老爷家 则是有舅舅去 他家只需要去拜年就好了 大年初一 楚见夜开着车 带着楚清跟母亲王平 一起去老爷家拜年 这段时间 父亲也是没闲着 什么车牌子 车膜啊 雪地胎啊 等等一大推的东西 甚至要有脚垫 内饰等等东西 都是一顿调整 一顿网购 知道父亲舍不得加油钱 楚清还买了很多 加油卡给父亲 现在他也不出车了 天天就开着大局 出去找老朋友显摆 现在整个县城的 出租车司机们都知道 老楚的儿子出席了 给他爸爸换了豪车 老爷家也在 另外一个小县城 距离也不是很远 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到了老爷家楼下之后 楚剑叶眼睛一扫 就看到了两位舅舅的车 当下笑道 咱们来的还是有点晚了 老大老二都来了 妈妈王平也在车上走了下来 今天的他 一身黑色貂皮 手上则是金戒子金手镯 当然 脖子上还有一个大金项链 只不过在衣服内 所有没看到 一看到母亲这个装扮 楚清就有些无语 没办法 谁让老一辈的人 审美就是这样吗 楚清则还是穿着 他的黑色羽绒服 看上去简简单单的 但懂牌子的人却能知道 这件羽绒服就两万多 富贵不还乡 如锦衣夜行 今天就是奔着装逼来的 楚剑叶点了一颗烟 随后打开后备箱 在里面拿了一些保健品出来 儿子 你拎着 一会说话 嘴甜点知道不 放心吧吧 楚清笑着答应一声 楚剑叶恩了一声 锁了车 一家人向着老爷家而去 楚剑叶这段时间也发现 儿子真是变了不老少 之前的楚清格外内向 虽然爱笑 但却是一个八杆子 打不出屁的性格 现在不仅仅是爱笑 说话办事各方面也行了 这让楚剑叶不有感慨 还是社会磨炼人啊 他却是不知道 他儿子已经被社会磨炼两辈子了 东东东 妈 我们来拜年了 屋内外 楚剑叶敲响了房门 刚刚敲门 屋门就被人从里面打开 随后一个满脸温和的老太太面容 就出现在视线内 剑叶啊 来得挺早啊 这老太太 就是楚清的姥姥 从小就对楚清特别好 果然 老人家看见楚清后 笑得就更加开心了 连眼睛都快看不见了 在屋内 走出一把抓住楚清的胳膊道 小清啊 怎么这么长时间 也没来看姥姥啊 我得上班啊 对对对 上班挣钱重要 还在电视台吗 老 我 妈 小清被电视台开除了 楚清话还没说完呢 屋内就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楚清抬头看去 就见是自己的大舅 王瑞 父亲听到他的话 却是笑道 对对对 被开除了 楚清一看父亲笑了 他也跟着笑了 侄子莫若父 反过来也一样 楚清太知道自己这位父亲的性格了 说父亲是坏人 那肯定不是 但你要说 他是什么好人吧 其实也不纯粹 一有这种笑容 肯定就是憋着坏呢 儿子 东西给你老 把包拉车上了 你去取过来 楚剑也说完 仿佛不经意地 拿出了美赛德斯的钥匙递给楚清 楚清一看就明白了 笑着答应一声 拿着钥匙走下楼 大舅看见车钥匙的 就是面色一变 他是村领导 对于豪车 还是有点理解的 楚剑也和王平 已经给姥姥进屋了 可他却是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那么 站在楼道内的窗户边 一直到亲眼看见楚清打开车门 在里面拿出一个手包 等楚清回到楼内的时候 不由一正道 大舅 你怎么没回屋啊 等我呢 啊 啊 嗨嗨 小青啊 这车是你租的 没啊 我买的呀 你买的 大舅的声音 有些不受控制的便大了起来 楚清故意一副不太明白的样子道 对啊 我买的呀 怎么了 没 没怎么 大舅的语气不受控制的 开始有些变酸 看向楚清的眼神 也有些怪怪的 楚清笑着 走到房门前道 我爸那个人你也知道 平时就喜欢车 回来的时候 正好看见这车不错 我就给我爸买了一辆 楚清说完 拉开房门就进了屋 大舅则还站在楼道内 他需要冷静冷静 楚清走进屋内 就听见两位舅妈 正围着妈妈王平 说着一些赞美的话 但那眼神 大姐这金子多少颗啊 哎呀 不重不重 大姐 这是貂皮的 我看着 怎么像蛇夫人今年新款呢 老二眼光真好 就是那个新款 两位舅妈围绕在王平身边 说着小话 言语中全是对王平的羡慕 二舅则坐在电脑前玩着游戏 楚清的这位二舅 是一位网瘾少年 呃 网瘾中年 他平时最大的爱好 就是玩网络游戏 为此还不少充钱 不过二舅的工作比较好 在镇上气象局工作 平时没有什么事 有很多闲暇时间 也正是因为两位舅舅 都有正式工作 所以大舅 才经常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不过楚奸业也不是什么好脾气人 平时没少对他 一笔工作 楚奸业就说 自己儿子在燕京电视台 对得他没话说 这不一听说 楚清被开除了 心思自己终于能报仇了 却没想到楚清一家上来 就开始炫富 爸 包 嗯 你大舅呢 大舅在外面呢 可能有什么事吧 一听楚清这话 楚奸业不由露出笑容 结果包之后 在里面拿出两盒好烟 自己打开一盒 另外一盒 扔到了二舅的电脑桌前 二舅则是已经到了 污我两望的境界了 带着耳机喊道 你特么有病啊 你配说我喝道谢吗 你配吗 楚清无语了 果然 谁都有可能改变 只有自己二舅不会 他还是曾经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楚奸业也不由有些无语 不过他对自己 这位小舅子的印象 还是很好的 起码比自己大舅子的印象好 楚清先去跟姥姥姥爷拜年后 这才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拿出手机戴上耳机 开始给其他人拜年 首先拜年对象就是宋大伟 楚清直接一个视频申请打了过去 没几秒 视频那头就接通了 你听早啊 视频那头 宋大伟明显是刚醒 头发还没洗呢 整个人呈现一种睡懵圈了的感觉 楚清见状笑道 大年初一就这么迷糊 嗨 别提了 昨天晚上喝的太多了 我现在脑袋还迷糊呢 宋大伟说着 揉了揉脑袋 随后打着哈欠 准备去洗漱 楚清这才发现 特么的宋大伟的家好大 你家这么大吗 楚清没忍住 发出了自己的提问 宋大伟那面却有些卡顿 过了几秒之后才好 你说什么 我刚才在电梯里 信号不太好 你家还有电梯吗 废话 我家六层 没有电梯不累死了 六层 对啊 我家是别墅 地上四层 地下两层 那个啥 新年快乐 楚清说完后果断关上了电话 果然就知道这个狗贼不差钱 但没想到 这货居然这么不差钱 随即楚清又给夏香香 张子峰 卢小可等人 一一发去了拜年短信 等他摘下耳机的时候 才发现 面前多了两个小家伙 但叫小家伙 应该有些不对 因为他俩都十七八 到了上大学的年纪了 两个小家伙一男一女 大一点的是他大舅家的表妹 小一点的是二舅家的表弟 咋了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楚清摘下耳机 听到楚清的声音 两人顿时兴奋起来 哥 我一直在看 爱豆有态度 我还给你投票了呢 表妹率先开口 眼神亮晶晶的 楚清笑了笑 本来想要揉揉他脑袋的 但忽然想到 人家都是大姑娘了 楚清就又把手收了回来 那哥得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投票 我可能就拿不到冠军了 哥 还有我呢 为不仅仅自己投票 我还让全班同学 帮着投票了呢 表弟也迫不及待地 证明自己的功劳 楚清却差一道 你一个大小伙子 看那种节目干什么 表弟一脸无语 废话 我看怎么了 你还演了呢 中午吃饭的时候 姥姥准备了一大桌子菜 众人吃得也还算开心 最开心的 就是楚奸业了 特别是当大舅 问起楚清 现在做什么的时候 楚奸业一副 漫不经心的样子 哎呀 也没做什么 就是在海贼 花了一千多万 开了一家公司 现在没事唱唱歌 拍拍戏什么的 现在每个月 也就几百万的利润 算不上什么 算不上什么 这话一出口 大舅未来一年内 吃饭都不用放醋了 他自己就够酸了 两位小家伙 则一脸崇拜的样子 表弟黑黑笑道 哥 那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名 楚清看向表弟道 行啊 对了 你今年是不是要高考了 表弟文言叹息一声 挥挥手道 别提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这样子 差点没把楚清逗笑了 二舅妈也是一副 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你就不能好好努力 你看看你哥 表弟文言又是叹息一声 楚清笑道 你好好努力 你要是考上一本 哥送你一个 手机平板笔记本的三件套 表弟眼睛一亮 随即又暗淡下来 一本啊 哪有那么好考啊 看着表妹也向往的模样 楚清笑道 你也一样 你俩不管谁 考中一本歌都送 谢谢哥 谢谢哥 午饭结束后 又聊了一会天 在天黑之前 楚清一家率先告辞了 等着一家三口走后 大舅才有些发散道 这小子也太抠门了 现在这么有钱了 妹妹上一本 才送那么点东西 大舅妈文言 没好气地掐了他一下 人家欠你的 看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连自己外甥都嫉妒 二舅妈见状无嘴偷笑 二舅则是打着哈欠道 大姐走了 咱们也走吧 楚清一直在家中过了十五 这才又一次出了家门 父母对他的决定也很支持 虽然他们现在有点小钱 但年轻人就是要出去闯荡 去开过眼界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楚清带着断篷 两人直接买了一张 去海黑的机票 宋大鹏则早就到海黑 正在那里等他俩呢 在天空中飞了七个小时之后 两人第一次来到了海南 跟家里的冰天雪地相比 这里将近零上二十度的温度 还让两人有些不适应 宋大伟在当地租了一辆车 亲自来机场接机 两人上了车后 断篷揉着看着天上的大太阳道 伟哥 咱们去哪呀 先去吃饭 吃完饭 带你们去看看咱们工作室 还有 叫宋哥 好的伟哥 三人去简单地吃了点东西 断篷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去工作室看看了 这是一栋三层建筑 装修工人正在里面施工 楚清看了两眼后 也感叹变化不小 上一次他来签合同的时候 可没现在惊喜 三人在现场看了一阵后 下午宋大伟则带着两人 去了一家档次还可以的酒店休息 第二天则拉着楚清 开始办理各种手续 前期工作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则都需要法人出面了 在海K忙忙活活好几天月了 楚清两辈子以来的第一个工作室成立了 那可是家大工作室 当听到最终名字的时候 宋大伟跟段鹏都被逗疯了 特别是段鹏哈哈笑道 以后人家要是问我 你是哪个工作室的 我就可以说 哎呀 那可是家大工作室 对面肯定猛圈 哈哈哈哈 不过现在比较尴尬的是 工作室成立了 但他们却进不去 因为装修还没有结束 宋大伟把官方账号 网页等等 什么都注册了个遍 就怕以后有人过来冒主 晚间 几人坐在大排档吃着烧烤 楚清现在虽然火了 但是卸了庄以后 还没达到路人皆知的情况 几人吃着烧烤 喝着啤酒 宋大伟到 歇这么长时间也差不多了 年后人家都开始忙了 我这段时间 回家那些电话也没停 大部分都是约歌和邀请 你去参加综艺的 想邀请你去拍戏的也有 但都是一些青春偶像剧 而且都是电视剧 楚清点点头 其实青春偶像剧也还行 有没有人看不重要 主要是挣钱啊 就凭一句 第一 这不是拽 是愤怒 第二 我不叫位 我叫楚宇X 就创造了一个新的伎修单位 双 不得不说 这也是挺神奇的 代言也有两家找上门的 有一款APP的代言还算不错 品牌方也是那种大品牌 而且也不是理财什么的 我建议接下来 楚清点点头 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 几人正商量着呢 楚清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楚清拿起一看 就见被注是夏香香 楚清轻轻嗓子 调整了一下 才接起电话 喂 夏导 楚清啊 我给你打电话 是通知你一声 咱们电影在4月1日就上映了 楚清一正 看了看手机上的日期 因为去年是杨历2月份过年 现在都3月中旬了 也就是说 还有半个月就要上映吗 导演 怎么这么急啊 再说 4月1上映日期也不太好啊 怎么不等到5月1上映啊 听到楚清的话 电话那头 响起了夏香香的笑声 哈哈 你傻啊 咱们剧组要什么没什么 好日期院线 怎么可能给咱们 能要到4月份的档期 我就挺知足了 就是不知道 咱们电影效果怎么样 那肯定行啊 到时候 我一定去看 嗯嗯 对了楚清 咱们电影的名字改了 改了 叫什么啊 改成 快把我哥带走了 灵感来源于最后那句的台词 快把我哥带回来 我就想 那总要带走 才能带回来吧 怎么样这个名字 太好了呀 楚清这是真的松了一口气 他早就觉得 那个名字中二了 只是一直没好意思说 没想到夏香香导演 自己却是想到了这个名字 又跟夏香香闲聊两句之后 楚清也就挂断了电话 宋大伟跟段鹏 也听到了电话内容 都有些兴奋 特别是宋大伟哈哈笑道 我之前以为是网络电影了 没想到 居然能在院线上映啊 楚清也有些惊喜 我之前也没想到啊 三千万的投资 居然能上院线 哈哈 看来咱们这位下导演的背景 还真不一般啊 宋大伟吃着羊肉串道 你在院线电影内 扮演男一号 这下除了歌手外 你又能正大光明 多了一个演员的称号了 楚清笑着举起酒杯 哎 为了庆祝我成为演员 干一个 干一个 呵呵呵 三人笑着喝了一大杯的啤酒 宋大伟这才继续道 前一阵子 董姐介绍了一个不错的综艺 叫做一位歌手 这已经是第二季了 第一季的口碑就很炸裂 都是一些实力唱将参加 热度方面可能差一点 但实力是真的没话说 还有两位歌手 就因为这档节目翻红了的 宋大伟又喝了一大口后才继续道 这次董姐的想法是 还是让你跟董曼丽吵一吵绯闻 加上你前段时间的热度那么高 应该是有机会进去的 现在就看你什么选择了 楚清这次真的有些犹豫 光是听宋大伟说 楚清就已经知道 那是一档什么节目了 自己行吗 他声音是不错 但技巧什么的 怎么跟人家专业的比 用一句之前在网上看过的话来说就是 别拿自己的爱好 挑战人家的职业 楚清正犹豫呢 脑海中系统提示音 却忽然响起 滴滴滴 主线任务颁布 请宿主参与一位歌手 栏目 并且成功获得歌王 任务奖励 积分一万点 随机系统高阶道具一键 随机高阶技能 芒河一键 主线任务再次颁布 但好在这次并没说什么 该任务完成前 将不会再发布新任务之类的 这下好了 系统主动帮他做出了选择 接 听到楚清这坚定的声音 宋大伟笑道 成 这次节目录制是在芒果卫视 如果你不嫌累的话 在芒果卫视 还有两档综艺 咱们可以参加 档期完全能窜开 不过两部综艺都是飞行嘉宾 楚清想都没想的 谁能跟钱过不去 综艺的钱这么好赚 干嘛不赚 成 那明天一早 我就开始联系 第二天花了一上午的时间 宋大伟才把所有的综艺谈妥 一共三档综艺 当楚清知道 三档综艺对方给出的出场费后 楚清骂迹的心都有了 第一档综艺 想要的生活 出场费十万 第二档综艺 特工计划 出场费十万 第三档综艺 一个歌手 出场费 五十万